嚣张跋扈的豪门阔太 为教训屡教不改的儿媳 竟然将他人孩子带回家中 视为新一代的继承人 然而阔太擅自地决定让众人惊住 更让明知原因的儿媳气愤不已 显而易见这件事的发生 寓意着这对婆媳之战已经打响 心机颇深的丽莎在公公和丈夫面前 一副受害的模样 愤愤不平地说着对婆婆的不满 本想维护妻子的公公 在儿媳的愤怒中也闭上了嘴 当丽莎的公公想与阔太商议此事 换来的是阔太的坚决 但让阔太没想到的是 孩子的母亲找上了门来 安娜对阔太随意带走儿子很是气愣 这足以触碰了自己的底线 当丽莎的丈夫要将孩子还给安娜时 却遭到阔太的阻拦 他不停地向安娜解释孩子留在豪宅里 会享受最好的生活和最好的治疗方案 阔太的解释让安娜意识到了危机 没等安娜说话 丽莎的公公立即克制了阔太的情人 当安娜见到儿子后 丽莎立即离开了豪宅 就这样婆婆的挑衅让丽莎抓住了机会 他先是在丈夫面前说着婆婆的故事 随后警告皮特不要再与安娜那个女 和那个病孩子有任何接触 殊不知 皮特没有听取反而要将两个孩子聚在一起过生日 这样的想法顿时气得丽莎暴跳如雷 气急败坏的他竟然以离婚为要挟阻止这次见面 而就当丽莎冷静后与皮特交谈的那一刻 皮特却不曾给他机会 他认为一个能放弃孩子离婚的女人定有秘密 没等丽莎说出什么皮特转身离去 留丽莎独自一人哭泣 经过此事皮特开始对丽莎有所怀疑 本是上班的他再次折返回豪宅 就在转弯处 皮特发现一身黑衣匆匆坐上计程车的丽莎 好奇心的驱使下皮特紧跟在丽莎的后面 不知大难临头的丽莎 正站在好友的面前展示着自己的战俘 他却不知此刻的皮特正在缓缓走上楼梯 并且步步逼近他的方向 就在皮特犹豫是哪间房的那一刻 得知是丽莎后他便愤怒拍打房间叫着丽莎的名 这顿时吓得屋内的丽莎不知所谓 本以为不开门不发出声响就会逃过此街 万万没想到 愤怒的皮特一脚踹门而入 见到皮特的丽莎妄想解释 但皮特显然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没有像其他丈夫那样选择手撕二人 而是选择默默离去 可就站在楼梯间的皮尔 本想为了孩子稀释宁人 但二人挥之不去的画面让他无比增横 事情败露的丽莎跑到婆婆的面前 一脸不屑告知婆婆以后不要担心自己不堪的事情 因为此刻丈夫已经完全地知道 听后的阔态无法相信 而不知悔改的丽莎还在叫嚣婆婆 婆婆所谓完美的家族彻底地毁灭 当公共赶来的那一刻 丽莎彻底疯癫嘴里不停说着匪夷所思的话语 转天皮特回到家中 表情严肃地与丽莎谈着离婚事宜 一旁父亲为了家族荣誉 还在奢望儿子能再考虑 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罪魁祸首的丽莎却要立即结束这场婚姻 并且要放弃二人的海 丽莎的绝情让皮尔更加怀疑这个孩子是否是亲生 此刻皮尔虽然带走了孩子 但就在这天的下午 他来到医院做了亲子监听 本以为能证实自己清白的丽莎也等了 殊不知 检测报告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就这样 一场今天的秘密就此就要接下 谢谢大家